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你是怎么打算的 先去找个房子 找个工作 然后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这房子给你 你就住这吧 不用了 这房子是你当初娶我的时候 特地为我们结婚准备用的 自己留着吧 没关系的 我一个男人随便在外面住一下就行了 你一个女人家的在外面住房子中不安全 没有什么安不安全的 如今我连这个都经历了 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这不过不下去了 两个人都有责任 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这个卡里面有20万你拿着吧 就当是不定的补偿 还有这个房子呢 你也继续住吧 那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不用了 这个房子呢 你什么意思 钱你也不要 房子你也不要 就你自己的车子 你要给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口哨 口哨 什么口哨啊 我们结婚之前 你送我的那个口哨 我们结婚之前 我们结婚前 我会说你口哨吗 嗯 就是那个银色的 后面是哪怕的 我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 哦 我知道了 可是那小孩子玩的东西啊 你要他干嘛 你去帮我找一下吧 我拿了就找 行吧 放哪去了呀 放哪去了呀 好 这个都掉到车厅 那个角落里面去了 都好脏了 哎呀还干嘛 就是我们这段婚姻中 唯一没好的东西了 小剑 小剑 你这么着急 把我叫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我才还上班呢 小剑 小剑 我不想你做我女朋友了 蛤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 我想你做我老婆 你要吓死我啊你 小剑 虽然我现在没有钱 但是 我一定会努力挣钱的 让你过上好儿子的 小剑 小剑 嫁给我吧 你好搞笑哦 别人求婚都是拿戒指 而你却拿个口哨给我 你是想让我去搭拉拉队吗 不是的 小李 现在我没有钱给你买戒指 不过你放心 等我以后有钱了 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买个大专戒 所以先用这个口哨代替 不过 你可别小瞧这个口哨 从今以后 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你出现这个口哨 我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有这么神奇吗 当然 不信你试一下 来 我走了 以后不会再来找我 你看吧 神奇吧 神奇是挺神奇的 就是速度慢了点 这个东西你要是用久了 速度就会快起来的 小李 你愿意嫁给我吗 是 可是 这电视剧里面的求婚 男主角不都是单击下跪吗 哦 好像是哦 好啦 男儿戏下有黄金 不用跪 逗你的呢 小剑 虽然说 没有华丽的钻戒 也没有手捧鲜花 也没有浪漫的单击下跪 但是这个不起眼的口哨 要 在我眼里 比那些更加有意义 我愿意嫁给你 真的吗 太好了小李 谢谢你不嫌弃我没有钱 不嫌弃我一无所有 我一定会努力赚钱 让你做一个富太太的 这些啊 我都不在乎 只要这个口哨的保质期 是一辈子就够了 必须得一辈子啊 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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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一拨 弯 получится Rain 霯ice 你为什么不吹想她 你怎么来了 你为什么不出现这个口哨 她已经老化了 也到她退休的时候了 想用也用不上了 小丽 对不起 说我这几年越婚越好了 越来越有钱了 导致送放了头脑 关极了我们以前的酸甜苦了 小丽 对不起 说我把你弄丢了 小丽 小丽 你还愿意吹响啪嘛 小丽 你这是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告诉妈 妈找她家去 妈 他们都说 都说我是没爸的孩子 为什么我爸不跟我们一起生活呀 女儿 妈不是告诉你了吗 你有爸 你爸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他是为了你才去的 女儿 你一定要记住 他是很爱你的 女儿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现在都十五岁了 我现在都十五岁了 你爸他肺肥来了 你爸他肺肥来了 你要好好添化 等你大学毕业了 也许他就肥来了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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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好 老公 老公你不能有事啊 老公 老公 对不起 我不能不是你要孩子了 对了 孩子呢 孩子呢 孩子 孩子在外婆家 你好好养病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老公 你没事吧 我 我快不行了 不会的 老公你不会有事的 医生马上就来了 我的身体我知道 我快撑不住了 你答应我 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好 我答应你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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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因为他 不光是我们的孩子 也是你留给我唯一的恋想 好 我帮你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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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